演员作为一个角色的灵魂 无疑决定了最终呈现效果 但某些看似和角色适配度百分百的演员 其实并不是导演的第一人选 比如张曼玉和王祖贤演的青蛇 原本敲定的是梅艳芳和龚丽 狼牙榜里饰演梅朝苏的虎哥 其实是黄晓明的替补 而造成幻觉的原因 无外乎明星剧演 那么有谁曾发生过这样的情况呢 这里是瞎谈鱼子酱 今天我们就一起来看一下 那些著名的明星剧演事件吧 2019年好剧层出不穷 但最亮眼的还得数庆余年 在这部集结了搞笑悬疑 全谋等元素的剧里 不仅有堪比精效电影的画面质感 还有老戏骨和青年演员的绝佳配合 其中饰演范贤的张若芸显得尤为出彩 作为整个故事的关键人物 范贤常常自带一股神秘气息 看似随性不及 实则心思致密 为了自然刻画出这一人物设定 张若芸通过细腻的表情动作 精准地掌握住了分寸感 刚开始明浪率真 潇洒至极 经历一系列事件后 变得愈发全吻 哪怕是神着青山 步履匆匆 这种简单桥段 都能自带气场和俗感 令许多观众纷纷表示 他和这个角色完全是天作之和 互相成就 但其实张若芸并不是范贤的第一人选 在该剧的丑备阶段 偏方把橄榄枝刨给了邓伦 那时的他因为刚刚出演了香蜜沉沉静如霜 在演技评价和人气热度方面都高居不下 但也正因为这一点 邓伦档期不足 只能俱演庆余年 而张若芸恰好借着这部剧 实现了口碑飞声 从此成为实力派中的一员 林一辰也曾因为党期问题 在2006年剧演了一部爆款剧集 当时他虽然刚出道不久 但已经拥有了许多代表作 电影《飞越琴海》 让他获得了金马奖最佳女主角的提名 田外飞仙让大家第一次发现 他穿古装也能别有美感 后来恶作剧只稳播出 他靠着冒冒失事 却单纯率真的原香情 成功俘获了无数观众的心 这时神交侠侣找上门来 邀请他出演《小龙女》一角 但由于那时的林一辰已经排满了工作 在考虑到片酬等原因 只能委婉拒绝了片方 于是这个角色便落到了刘亦菲头上 幸运的是在刘亦菲的演绎下 这个版本的小龙女不仅有灵气 还有仙气 一平一笑都令人心生欢喜 由此单身的名场面也是数不胜数 踏铃飞落 散伤匹叉 握神而眠 各个都称得上经典 但要是把这些人设情节放到林一辰身上 适配度似乎就没有那么高了 毕竟小龙女是出了名的清冷系美人 而林一辰明显更偏可爱属性 同样是剧演 刘涛给出的理由则是角色重合度过高 在电视剧都挺好开拍前 导演找到刘涛 希望他能饰演悍逆又独立的苏敏玉 可是刘涛在充分了解角色设定后 觉得自己并不适合 就拒绝了邀约 后来再度谈起这件事时 他坦言其实是因为 自己养过太多职场女性角色了 比如还了送礼的安迪 我们都要好好得理得寻找 我是真的爱你理得硝烟 情依色都是女强人设定 要是再接个类似角色 难免令观众产生审美疲劳 见刘涛心意已决 导演只能又把目标转向姚晨 但姚晨却以照顾孩子主攻电影为由 直接拒绝了邀约 如此一来 导演反而从他的形式风格上 看到了苏明玉的影子便就此确信 这个角色非他不可 于是在听到剧组愿意为了他 把拍摄地搬到老公居住的苏州后 姚晨终于答应了出演请求 在他的诠释下 苏明玉成为了女霸总理的一大典范 在令观众称觉的同时 也赚足了大家的眼泪 要说影视圈曾出现过哪些戏剧性操作 32亿的幻觉风波一定是能拥有姓名 2019年该剧官宣由佟丽娅饰演顾佳 但不久后 网上就出现了一片质疑声 因为顾佳这个角色的人设 是个知道老公偷吃 依旧苦苦挽留的全职太太 对于那时经常被谣传婚变的佟丽娅来说 可有几分影视的意味 再加上剧方在她和江书影之间 屡次模糊翻位 不少粉丝都争相抗议 要求佟丽娅此演 眼看舆论越来越激烈 佟丽娅只能以形成冲突为由 就此放弃这一机会 最后她的好姐妹童谣替补上场 并凭借该角色成功拿下事后殊荣 看到这一亮眼成绩后 不少网友都表示 幸好佟丽娅剧演了 未然估计影视圈又得少一部佳作 多一部烂片 毕竟多年来 佟丽娅的演技一直呈现原地踏步 甚至倒退的趋势 这样的她怕是撑不起顾佳 这种双伤在线 引药不张的代感角色 前有三十二倚担当年度大戏 后有持香如蟹成为宙史之地 一开始这部剧敲定了男主角是陈毅 女主角则是景田 但就在两人拍完定妆照后 却突然传出了景田霸眼的消息 急于琉璃的CP效应 不少网友都提议 让远冰岩前来救场 可是这对男女主早已在 堪称修罗场的云歌会上 惨烈结榜 二度合作自然成了天方夜谭 于是片方便想到了和陈毅同个公司的杨子 彼时杨子已经靠一系列古装剧站稳了脚跟 无论是演技还是形象都广受好评 但可惜就可惜在对这部剧来说 女主角更像是用来衬托男主角的绿叶 看惯杨子演大女主的粉丝 自然千百个不满 没想到公司全然不顾粉丝的强烈抵制 直接送上了定角定装定档的大礼包 于是杨子被迫接烂摊一说 变得更有可信度 而景田此演的真相也成了一大未解谜团 本以为他真的如官方所说对廉价服装不满 但细细想来反而更像是被暗箱操作替换了下来 李晨的剧演理由就显得比较奇葩了 作为知名的新型石头皮发商 多年来他致力于靠奔跑吧兄弟 以及范冰冰为自己洗白 奈何大黑牛人设不再管用 所谓的神仙爱情也成了泡沫 他只能回归演员本职 在各种影视剧里打打酱油 某次新版《神雕侠侣》请他来客串杨康一拳 本以为是块好饼 没想到偏偏自己的前女友张新瑜 在剧里眼里莫愁 众所周知 两人恩爱时形影不离 分手时一地鸡毛 堪比大型狗血连续剧 于是本着不想和前任同框的原则 李晨果断拒绝了剧组的邀请 最后只能由该剧的男主角陈晓 既演儿子杨过又演父亲杨康 2018年一部演喜功略打开了爽聚的新大门 而女主角吴景岩也凭借清纯的外形 和自然的演技一夜爆红 直到今天依旧有不少观众把魏英洛 视作她的最佳角色 那其实这个角色最开始是于正为杨荣准备的 可是杨荣在看完剧本后 觉得自己不适合不想演 于正这才让当时毫无名气的吴景岩出演 而这已经不是杨荣第一次措施良机了 张艺谋拍《幸福时光》时 邀请杨荣试戏 没想到她直接吃到四个多小时 让女一号的位置落到了董街头上 让孙力拿下无数大奖 启动开挂人生的御观音 也曾给杨荣递过橄榄枝 但却被她用距离太远的理由打了回来 再到后来的爆款之作演戏攻略 杨荣可谓是以一己之力 亲手断送了诸多大货机会 即便这些年她在千年女儿的身份下 贡献出了许多优质作品 也积累了不少观众员 但她真正拿得出手的女主剧 却是寥寥格数 和她的实力相比着实可惜 当然有因剧演令人深感遗憾的演员 自然也有剧演后不天同庆的演员 比如刘浩存 2018年张艺谋正在筹备新作《影》 剧中有位名叫蜻蜓的公主 可娇蛮可温婉 听起来是个比较容易圈粉的人设 刚开始张艺谋打算找刘浩存出镜 但后来因为剧本有所改动 刘浩存拒绝了出演 这才轮到管晓彤顶替上阵 好在管晓彤不复所望 演出了清瓶从骨子里散发出的美 还缔造了一幕经典的撑伞戏 没想到刘浩存却把这一场幻觉戏码当成了炒作契机 千方百计的把自己和关晓彤扯上关系 果不其然招来了大众的逆反 有不少网友直言 多亏资源咖刘浩存破演 大家才得以看到各种绝美镜头 否则肯定会因为他的存在而疯狂跳戏 如果说刘浩存是典型的没有自知之明 那么金世佳就是他的反例 靠爱情公寓里的展博一角 进入大众事业的他 在该剧迈向十年关头时 说自己将不会再继续主演 算是正是和这个角色分道扬镳 一时间网络上满是对他的谩骂和嘲讽 剧剧只指其过河拆桥忘恩负义 但金世佳却并不在意这些说辞 因为他始终认为演员需要有羞耻心 要懂得守护自己的坚持和底线 为了和固有的形象波轨 他开始挑战各种类型的角色 收获了一众好评 在最近播出的劣罪图件里 他更是靠出色的表现和绝佳的魅力 圈了一大波粉丝 同剧的王传君也和他如出一辙 先是和关谷神奇告别 再通过学习和猫索积累经验 找回初心 最终凭借我不是药神 大放异彩实现转型 如此看来 同样是剧演 保贬却不一 前有孙岩飞因不满角色剧演 被无情吐槽 后有袁华清醒自知 宁可去唐人街探案2 拿10万块的片酬 也不愿接受 成龙价值800万的妖戏 反观某些演员 一眉实力 二不努力 自己靠 抠图替身炎药水拿钱 却给观众制造事 决垃圾 不免令人感慨 这才是真正应该剧演的明星 虾米家们 你们觉得谁的剧演是正解 谁的剧演是隐憾呢 你们还知道 哪些著名的幻觉事件呢 在评论区留言你的想法 关注点赞我 这样子为你带来更多有趣盘点 我们下期再见吧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